如果這間手機沒有電修回來 想選Facebook 但我覺得太難不及了 這種關係現在在現場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很感人的時刻是 我不是學生 我已經出社會很多年 我覺得今天整個一晚上在行政院 才認識慧陽這個人 因為他是那邊的總總會 早上證報警察進來情況很危急的時候 他是已經破音了 而且警察很刺激 所以警察在警察上 現場有破音信頭在指揮大家 所以當時慧陽是用一個 警察沒有電的大聲風 加上他破羅桿子在警察現場 他有請大家要往後撤退 我有過去問他說 你已經破音了 你是不是要我們幫忙 他跟我說 不用 我要堅守到最後一刻 然後 我們還在說話的時候 然後突然間 我就知道有人的大叫我們回頭看 看到慧陽被一群的穿便服的人 往後一直拖 我們幾個就衝上去 把他救下來之後 旁邊圍了幾個人 就是要保護他 然後問他 你要不要先走 因為當時情況蠻危急 就請大家要往外撤退 他說 他不會離開 因為行政院的門口還有人 他不可以走 他重複了兩三次 然後突然間又到我們講話的時候 有一群穿黑色制服的警長們 戴著警棍 然後又把他給抓了 所以 我只是想跟你們說 請你相信你們現場的指揮 因為我們 我其實也不認識他們 我覺得他們 在他們身上我已經看到 不屬於我 應該是屬於我們成年人之外的 非常純美的人格 還有正義 謝謝 我們謝謝米小姐 從行政院來 給我們帶來的訊息 我想我們 每一位同學 他們在換班 好 我們同學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大家請先 冷靜 先坐下來 不要自己嚇自己 乖 那個 穿雨衣的同學 可以先脫下來 因為 輕便雨衣藥套也蠻快的嘛 也不會 車子衝進來就噴了 沒有那麼快 糾查 糾查 那個正江街糾查 請再出去看一下外面的狀況 謝謝 還好啦 我們都屎尿擋不住他們的 是嗎 各位穿雨衣的同學 可以先脫下來啦 不然我怕你們會 就是先中暑好不好 而且你們這邊是 早上的晨曦相當的 緊鬧 很好 我想看看現場還有沒有 昨天在 行政院 死裡逃生的朋友 有沒有要跟大家 分享一下 我想要分享 但是我沒有被打 你沒有分享 但沒有什麼 我沒有被打到 但是我想分享一下 沒有被打到才能分享 打到應該就要 好 那那個 應該要跟誰登記比較好 還是怎樣 我本來想要為大家讀報啊 但是我想說 這個二手消息 我們不如來聽一手消息 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大家比較想要聽讀報嗎 比較想要聽 現場的人分享嗎 都沒有分享 還是怎樣 現場分享 現場分享 好 現場分享 來 我們請品函先說 稍微說明一下 那個 我們有一些工作的事情 各位 各位親愛的同學 大家辛苦啦 辛苦啦 我是從議場裡面出來的品牌 然後我們現在這邊 就是要徵求 徵求一百位同學 希望是同學 然後進到議場裡面 跟我們一起把議場走出 因為議場裡面的人 剩的已經不多了 因為過去六天 七天 大家已經消耗了非常非常多體力 需要人來換班 那如果你有意願進到議場裡面 去 請到 請到那個 我們那邊有放一個長梯 長梯下面排隊 那我提醒大家以下 因為場面非常混亂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簡單的檢查 學生證 或是身分證的動作 還有大包包 所以如果你很介意這件事情的話 就不要過去 那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就請到 我左手邊 裡面 議場裡面 建築物旁邊 放鐵梯的那個地方去排隊 那我們只收學生 我們只收學生 所以就是請大家不要跟 那邊的工作人員 argue說 你是誰誰誰你也想要進去 因為我們希望用學生的主體性 來把這個議場守下來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不好意思 同學 同學 同學請坐下 尤其在林生南路端的 同學請坐下 底方 都往這個 NGO會館裡面移動 我要做換班的動作 同學請坐下 同學請坐下 好 各位同學 請盡量靠中間坐進來 因為你如果越長間 越落單的話 就 點點點 大家知道 好 我們請那個 林生南路那邊的同學 往我們會草這邊移動 往我們會草這邊移動 也請糾察人員 糾察的同學 去那個地方協助理清一下狀況 協助理清一下狀況 這真是一個不平靜的早晨 真的很辛苦大家 我想我們的抗爭在今天 在今天 即將邁入一個禮拜 邁入第七天 那實際上 實際上 有非常多的 包含的黑色老國青年政見 還有很多的NGO 其實在上禮拜一的早上十點 就已經在立法院前發起了 守護民主一百二十小時的行動 而今天 而今天我們已經超過了 一個星期了 超過一個星期 又待在我們的立法院 為了 就是守護我們台灣 得來不易 好好發展的民主 而不是跟中國 隨意的簽訂 這樣的一個條例 用黑箱的方式 用這種包裹的方式 來做審查 而且是對於台灣 完全不利的一個服貿條例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已經待了將近一周的時間了 實在非常非常辛苦 我們請那個民生那邊 糾察同學 糾察同學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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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緊張好不好 冰來向黨水來吐煙 對不對 對喔 他說對阿 好 實窮耶 好 那現在 現在有一台車子要開出去 你們讓出一條路 讓那個住在這附近的朋友 他們可以開始 我們也要跟這邊 如果住在這附近的這個大廈裡面 那些人先祝福 說聲抱歉 因為其實一直有人 有人來反應 因為我們在這邊已經 埋伏造犯一個星期 他們家裡面 確實每天 晚上我們的論壇 早上我們的起床號 一直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 我們非常抱歉 但是 但是 我們是為了要守護我們共同得來福利的民主 這請大家真的要見諒 請各位 住在這邊的街坊鄰居好朋友們 真的要見諒 這個地方是立法院 它確實是一個 影響到我們國家發展非常非常關鍵的地方 這請大家也見諒 好 那是不是 我們請安琪來簡單讀報一下 有那個嗎 現場分享 有嗎 現場 韓如這邊有人要分享嗎 就是 昨天 先沒有 還是怎樣 好 沒關係 我先讀一下好了 讓他們那裡直接拜一下